美国全美电视执行台长张慧君 在大陆上央视可能14亿人都会看到你 所以很多女记者的穿着 一个比一个鲜艳 希望吸引注意 争取提问机会 其实所有电视台的女记者都很有镜头感 知道在摄影机面前要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最抢眼 如果像我这样穿黑色的可能不够亮眼 所以还是换上红色的大衣 可能比较吸睛 红色外衣几乎是大陆女记者跑两会的标准配备 抢眼又喜庆 来采访两会你准备了几套不同颜色的 其实只有两套 就一个白的一个水红色 在国外穿的大红大紫可能感觉有点俗气 但是在大陆红色是政治正确的颜色 连外国女记者都入境随俗 我们是中阿维是中部在阿联酋 然后中国有新闻中心 所以阿拉伯世界也非常关心中国 非常关心对 非常的关心 关心的人 然后对中国有了解的人越来越多 每年几乎都有3000多个来自海内外的记者 报名采访两会 穿上颜色鲜艳的衣服 的确比较容易在茫茫人海当中引起注意 不过要靠衣服鲜艳的颜色争取提问机会 可能会白忙一场 因为大多数的提问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而且当大家都穿上红色 反而没有特色 今年蓝衣女记者翻白眼爆红 不知道明年会不会带动蓝色衣服的风潮 也有记者感叹 跑多少独家新闻都比不上翻白眼引起的关注度 记者代理无回言 北京报道